台中一名无姓型男教授 被妻子发现他劈腿9名女子 还跟学校教务长等友人 阻赖群组渣男俱乐部 共同讨论情色、外遇话题 充满闲尸对话 教授还在群组炫耀 目前差一个就10个情婦了 以及吹嘘与外遇对象激烈床战的过程 夸对方 157.42 已经抱起来擦过了 超新的 小芝麻才是王道 这些离谱对话全被妻子截图 据此对丈夫及小三、小四提告 求偿200万元 高雄地院审理后 认为正名教授不知检点 全数判准正宫请求金额